尽管新任领导人上台也大做中国梦 不过中国的人权问题 仍旧没有获得任何改善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刚刚才落幕的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期间 美国媒体针对欧席会人权议题的报道 欧席会8日落幕 网络攻击问题成为媒体焦点 不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却选在6月7日欧席会当天 专访法轮功学员 记录片自由中国女主角曾珍 讨论当今在中国大陆 发生的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迫害 电脑冻, sleep deprivation, slave labor, and blood test 美中欧席会刻意营造轻松的对话气氛 但美国《华盛顿时报》报导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南加州遭遇数百名抗议群众 其中包括藏人、越南民众和法轮功修炼团体 美国NBC当天晚间新闻除了提到六四 也直指中共对人权的镇压还在进行 总统是已经在对中国人权攻击人权 另一个指示是它会在一周一天的独特地 去解决所有的东西和中国的错误 相较于网路攻击话题 人权问题这次明显受到冷落 美国媒体的Daily Beast 以欧巴马总统不要让习近平忘了中共的人权记录为题 提醒世界不要忘了美中关系的另一项关键要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